美国又要给沙特画大饼了 放出优厚条件 让沙特放弃和中国合作 沙特会同意吗 根据彭博社5月2号的消息 美国正在跟沙特谈一个合作协议 协议内容有几项 一是给沙特提供安全保障 二是卖给沙特几种高端武器 三是给沙特提供人工智能 半导体和民用核项目等等技术 这几条可真是非常有诱惑性 首先 要说了美国的支持 那就能像以色列一样横扫中东了 然后 美国许诺的这件武器 以前对沙特都是尽售的 这次可以说是敞开大门了 最后 沙特早就想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发展多元经济 16年就提出了2030愿景 今年年初更是打算 重资进军半导体行业 美国这时候提出条件 无异于瞌睡的时候送上枕头 当然了 这么优惑的合作 自然是要有交换条件的 有条件不奇怪 奇怪的是 这条件跟美沙两国无关 反而直指中国 具体就是 沙特不能跟中国的高端技术合作 好家伙 原来布林肯访问沙特 一通上算下条 表面上说是要维持中东和平 背后还是想着怎么牵制中国 近几年 沙特跟中国走得近 贸易来往很多 还在中国斡旋之下 跟伊朗和解了 这一切在中国和中东国家眼里 是互惠互利的好事 但到了美国眼里 就成了对他的严重危险 那沙特会不会同意这个协议呢 美国似乎有点势在必得的架势 因为就在上个月 在美国政府积极拉拢之下 阿兰球的阿布扎比就宣布 他们最大的人工智能公司 G4要停止跟中国的合作 有了这个胜利成果 美国更是相信 没有挖不动的枪脚 只有不够诱人的利益 如果沙特吃下美国化的大饼 放弃跟中国合作 会有什么后果呢 诶 巧了 塞尔维亚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塞尔维亚唯一的一家国有钢铁厂 斯梅代理沃钢厂 早在1913年就成立了 在鼎盛时期 给它所在的城市 贡献了40%的收入 被称为是塞尔维亚的骄傲 但是后来由于国家被制裁 这家钢厂逐渐没落 设备陈旧没潜更新 厂子也无力转型 极度在倒闭的边缘 直到03年 美国出手收购这家钢铁厂 当时塞尔维亚认为 由美国公司接手 自然是不缺资金 也不缺先进的技术 工厂翻身的一天又到了 没想到 美国人压根靠不住 折腾了几年 居然还是管理不善 老旧的生产线也依然搁置 钢铁厂一年亏损上亿美元 连续亏损7年之后 美国人终于撑不住了 在12年 用亿美元的价格 又把钢铁厂这个累赘 甩挥给了塞尔维亚 当年的塞尔维亚的骄傲 已经变成了塞尔维亚总统的心病 面对钢铁厂的几千员工 塞尔维亚总统伍谢奇想尽了办法 最后还是打算跟中国开口 结果呢 跟美国傲慢浮夸的态度 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马上答应解决问题 然后 中国合钢集团 很快结束了钢铁厂 接着 用了7个月的时间 带厂子走出了危机 扭亏为盈 保住了全厂5200个工人的工作 甚至 给所在城市五分之一的人口 提供了相关的工作 而钢铁厂也重新走向辉煌 又成了塞尔维亚最大的出口企业 经历了美国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对待 难怪武谢奇在各种场合都说 中国是最可靠的支柱 最真诚的朋友 塞尔维亚钢铁厂被美国坑惨 又被中国拉出泥潭 有了这个前车之鉴 如今 沙特面对美国和中国 又会怎么选择呢 武谢奇说过 塞尔维亚都放弃塞尔维亚的时候 是中国送来了呼吸机 救了塞尔维亚人民的命 也是中国 不仅挽救了塞尔维亚的钢铁厂 还盘回了钢铁厂所在的城市 中国在塞尔维亚首都修的 泽蒙伯尔茶大桥 是中国在欧洲成建的第一座大桥 让圆了一小时的路程 减少到了十分钟 极大方便了塞铁的交通 中国修的凶塞铁路 更是塞尔维亚的第一条高铁 塞尔维亚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 只要相信中国真诚合作 就能收获中国的铁杆友情 给自己的民众带来实打实的好处 那同样的 沙特能不能认清这个事实呢 沙特跟美国一直很亲近 直到2018年 沙特记者卡舒吉被谋杀 次年拜登说 沙特毫无人权 到了二年 拜登又舔着脸去沙特 求他们增产石油 这才把美国表面大喊人权 心里全是金钱的嘴脸 表露无遗 而跟中国呢 近些年来 沙特积极跟中国合作 中国常年是沙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年双边贸易额超过千亿美元 中国还是沙特第三大旅游客源国 每年35万中国游客 给沙特带来的旅游收入非常可观 沙特用中国技术 建起了2.6级瓦的光伏电站 在中国斡旋下 沙特还跟伊朗恢复了外交关系 总之 不管是经济 技术 还是政治方面 沙特已经感受到了 跟中国合作的好处 拥有了中国的友情 那再对比一下美国的所作所为 沙特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我是X4情报员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